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津津 1020集 这您放心好了 既然我答应了呀 我就一定会遵守承诺 朱万强的回答十分肯定 公亮听了 则是微微点头 公先生 请坐呀 我去拿酒 朱万强再次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公亮也不客气 便坐了下来 很快 朱万强便拿了酒回来 两人边喝边聊 一开始聊的都是一些家里面的琐事 根本没有涉及到案子什么的 等酒过三旬 朱万强看公亮有些醉了 便说道 公警官呢 您上次跟我说 您队伍里面那个年纪最小的 他没什么本事 却凭借上层对于他的宠爱 是张扬跋扈 窃取您的权利 您走以后我想了想 这人实在是可恨的 如果我在您的位置 或许我还不如您平静呢 听到朱万强的话 公亮把头抬起来 看向朱万强重重地点了点头 而后拍了拍朱万强的肩膀 哎 多谢兄弟理解啊 来 喝酒 说着 公亮端起酒杯来 和朱万强轻轻碰了一下 而后把杯中酒一饮而尽 朱万强则是轻轻抿了一口酒 邪密了一眼公亮 趁热打铁 公先生啊 上次我听你说 那小子从什么机关山得了宝贝 还立了大功 促使他更加受到上层的重视 那 他得的是什么宝贝啊 听到朱万强的话 正在低头的公亮 眉毛一条 而后把头抬起来 望向朱万强问道 怎么 你对机关山里面的所谓宝贝也感兴趣 与此同时 公亮更是上下打亮起朱万强了 看到公亮那审慎的目光 朱万强勉强地笑了笑 连忙解释 哎呀 我只是对钱感兴趣 对宝贝不感什么兴趣 就是随口瞎问啊 听到这话 公亮才微微点了点头 嗯 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 我就跟你说说这里边的事 这也算是咱们的下酒菜了 听到公亮这话 朱万强眸子一亮 急忙便把目光投向了公亮 笑道 嘿嘿嘿 你要是愿意说到说到 那就说说 就像您说的 全当人下酒菜了 要是不想说啊 你也不用勉强 嗯 没什么 他的确是从机关山里获得了宝贝 但是我的身份有些低微 也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获得了什么 不过昨天呢 我听他给我们领导打电话来着 我听他那个意思 那宝贝还没有上脚呢 还随身带着 其实我也想看看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毕竟可是有不少的大势力都参与了多宝啊 文言 朱万强的眼珠一转 干笑了一声 紧跟着又问 哦 公先生 您确定这东西他还随身带着 确定 他昨天跟我们领导打电话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我们领导还叮嘱他 一定要看好那宝贝呢 朱万强文言摸了摸鼻子 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经过短暂沉默 朱万强端起酒杯来 望向公亮 来来来 喝酒 两人轻轻一碰酒杯 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两人这顿饭一直吃到了晚上九点半 等两人吃完饭 公亮摇摇晃晃地离开 朱万强便迅速拨出了一个电话 电话很快就被接通 话筒里传出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喂 情况怎么样啊 我问过公亮了 你年轻人从机关山里面得了什么宝贝 公亮也是不清楚 但他却告诉我了 那年轻人并没有上脚 那宝贝他一直随身带着呢 哦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话筒对面的老者紧跟着询问 声音里带着一丝急切和渴望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和公亮可是反复地确定过的 朱万强并非是宣门中人 他不清楚张凡手里面到底是什么宝贝 但是他并不傻 他能看得出来 话筒对面的老者对于张凡手中的宝贝是很感兴趣的 好 我知道了 一旦再有什么新的消息 即是打电话汇报 好的 先生 那 那您什么时候替我儿子解除他身上的病症了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把事情办好 我一定帮你儿子把病给解除了 当然了 需要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是 我明白了 先生 随后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公亮回到宾馆 正看到张凡在一楼大厅里面等他 公亮迅速走过来坐下 对张凡说道 张先生 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 怕该说的都说了 能看得出来 他对于您身上的宝贝是很感兴趣的 张凡文言看了眼公亮 若有所思的点头 嗯 你的事情已经办完了 接下来就轮到我了 哦 张先生 您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后面的事情就不能告诉你了 不过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拿咱们团队的人的性命来开玩笑的 张凡这话说的颇为认真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公亮也大概了解了张凡 张凡的人品是毋庸置疑的 很正直 也很有责任感 所以他非常相信张凡刚才所说的那些话 张凡不说 自然是有张凡的原因了 所以公亮也就没有再继续问 而是望向张凡 张先生 我知道您不会拿团队人的性命开玩笑 但是我希望您也千万要真实自身的性命啊 我明白 放心好了 不早了 回房休息 明天一早还要去大喇叭村呢 两人不再逗留 各自回到各自房间里 第二天一早 张凡几人早早醒来 在外面吃过早饭 便去了大喇叭村的南坑 今天的南坑格外平静 没有半死的风水器 他们便没有发现阵闻了 这便说明 这边的索要阵是隔一天才会闲闲一次的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